北京一村民在挖自家坟地时 意外发现一颗巨大人参 诡异的是 人参有着跟逝者相似的特征 村中老人断定 这是逝者的化身 不敢轻易触碰 可仍有不怕死的想趁机偷走 结果没多久就出事了 为防意外 村民们拿红绳将人参捆住 隔天红绳竟也被震断了 村民们异常恐慌 打算将人参埋起来 可专家的一句话 顿时让村民把自家的坟头 都刨开看了一遍 那么这人参真的是逝者的化身吗 专家又说了什么 让村民如此大动干戈 感兴趣的朋友们 还请点个关注点个赞 咱们接着往下看 故事发生在09年的某一天 主人公叫做邵文鹏 是北京市顺义区 后杀玉镇码头村人 在当地开了一间驾校 这天他同往常一样正常工作 可接下来的一通电话 却改变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 原来刚刚接到的电话 是同村人打的 在电话里 称他的二大爷去世了 需要人来操持他的后事 要说这个二大爷的晚年 也是十分凄凉 早些年 他的妻子因意外去世 儿子也在不久之前撒手人寰 独留老人自己浑浑噩噩度日 也许是对这世界没什么盼头 在儿子走后没多久 这个二大爷也跟着去了 同族的老人去世 家中又没有了子女 这后事自然也就落在了邵文鹏的头上 在现在绝大多数农村都讲究人死后 是要和家人安葬在一起的 再加上二大爷生前和大娘感情极好 于是邵文鹏等人决定 将两人葬在一起 也算讲究生时同眠 死后同学 原本这合葬的事情再正常不过 顶多就是费点精力的事 可就在两人合葬的当天 奇怪的事发生了 当邵文鹏将大娘的坟墓挖开时 眼前的一幕让人根本挪不开眼 大家并不是被这个存放了十几年的骨灰盒吸引 而是被里面的白色怪物吓到了 它长在坟墓的角落 体型庞大 略似人形 这种奇怪的现象在村中极其少见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议论纷纷 谁都不敢贸然上前查看 生怕碰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还是村里的老人有见识 经过老人的一番打量 他观察到 这个人参和逝去的大娘样貌有些神似 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少了一条腿 大家听了这话 一看还真是 难不成这就是大娘的转世 经过这一遭 众人决定先将二大爷的骨灰放进去 可不想 后面发生的事情更是离奇 北京一村民在自家坟地意外发现巨大人参 此后村中鬼市不断 一时之间人心惶惶 可专家的一句话 最终让村民解开心头困惑 邵文鹏等人在坟中挖出巨型人参的事 很快在村中传开 可邵文鹏却始终想不明白 自家坟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这人参真的是大娘的化身吗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村中人为邵文鹏请来了当地有名的大师 希望能够解开困惑 可大师来后 只看了一眼就露出了笑意 之后大师一脸淡定地走上前 对邵文鹏表示恭喜 并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 此乃祥瑞之兆 这个怪物叫地龙 也就是野人参 能长在这里 说明坟地的风水极好 可以保佑家里 世代运气 这边邵文鹏听大师说完 并不在意所谓的风水运气 而是被大师口中的野人参惊到了 要知道 这野人参 可是极其名贵的一种药用植物 素有百草之王的称号 市面上曾有一颗野人参 价格高达百万 这要真是传说中的野人参 那离自己飞黄腾达 岂不是不远了 这可把邵文鹏高兴坏了 可树大往往会招风 这个好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别人的耳中 当晚 人参就被贪心的人挖走了一块 不曾想 没过多久 这人就出事了 听村里的人说 那人出了车祸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也在医院躺了很久 大家都说 这是遭了报应 还劝邵文鹏 用红绳将人参系上 以此求得侍者的原谅 想到最近的一堆糟心事 邵文鹏照做了 可没想到 第二天 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早起 邵文鹏一看 这红绳竟然被正断了 可这也没有被人扯断的痕迹 怎么会自己莫名其妙的就断了呢 这下 邵文鹏彻底慌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于是 邵文鹏 根据怪物的样子 在网上查找 发现 他和人参相比 有许多不同之处 这时有人说 这东西常年不见阳光 有可能是一种菌类植物 但邵文鹏看了看 眼前这个硕大的怪物 也不像是网上说的菌类啊 为了搞清楚 这究竟是什么 邵文鹏决定 向新闻媒体求助 大家对此也十分好奇 于是 找到了植物鉴定专家 张本刚教授 张教授看了照片之后 十分确信地说 这不是身类 而是某种植物的根 可是 要想知道它究竟是哪种植物的根 还得重开坟墓 一探究竟 可要知道 重开坟墓 在农村 是十分忌讳的 最终 经众人商议 还是决定采纳专家的意见 北京一村民 在自家坟地 意外发现巨大人参 此后 村中鬼市不断 一时之间 人心惶惶 可专家的一句话 最终 让村民 解开心头困惑 在邵文鹏的带领下 一众人 将坟墓 再度打开 周围的村民 见坟开了 忙上前凑热闹 里面那个白白的怪物还在 但又与之前不同 紧挨着板子的地方 已经开始腐烂 如果再晚些时候 说不定 它就会完全腐烂掉 张教授上前仔细查看 根据经验 张教授判断 这就是某种植物的根部 它的生长 不需阳光 只要长在地面上的部分 吸收养分即可 为了验证这种可能性 教授示意 其继续向深处挖 没一会儿 果然挖到了几块根部组织 教授将其取样 并拿回去检查 根据之前的经验来看 专家觉得 这东西 有点像商鹿这种植物 商鹿跟肥厚 呈圆锥形 它的形状 与土人参极其相似 之前还曾被各地 误当成土人参栽种 它对土壤的适应能力极强 基本上 什么土壤都可以生长 由此看来 这东西 应该就是商鹿无疑了 可有个经验丰富的大业 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觉得 是商鹿的可能性不太大 倒像是一种叫瓜楼的草本植物 这种植物在当地十分常见 瓜楼 学名瓜江 也叫唐瓜楼 野苦瓜 是一种攀原性极强的草本植物 大爷说 之所以 他认为不可能是商鹿 是因为这片坟地周围 长满了松树 每到夏季 这里都会生出一片藤子 像这里的松树 遮得严严实实 如此一来 商鹿根本就不可能在这里生长 而且大爷认为 这些藤子就是瓜楼 于是在大爷的建议下 教授从附近的树上 采集了瓜楼的标本 带回实验室和样本一起做对比 经过十几天的分析后 专家通过数据 确定这个生长在坟地中的人参 正是瓜楼 可为什么瓜楼的根会长在这里 其实 正如这位大爷推断的那般 坟地的周围长满了秘密的藤子 这些藤子就是瓜楼 瓜楼长到足够大 它的根也就随着生长逐渐延伸 通过砖缝深入到大娘的坟中 没想到小小的瓜楼竟演出这么多的猜想 这也基本证实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 其实任何事情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由此才会发现道理非常简单